本格百者日本酒的货架上突然空了一块 全英会使用了和日本小林之药同款红麴的原料 而且红麴风暴持续扩大 死亡和住院人数持续增加 日本后生劳动省证实已经有两人 因为服用韩红麴的保健食品致死 其中一人更因为服用长达三年 引发肾脏疾病过失 目前小林之药的咨询窗口针对这起事件 已经收到近三千件投诉 还有一百零六人表示身体不适有住院的必要 小林之药拖了两个月才回收产品 也遭外界抨击反应太慢 事实上红麴自古以来就是天然添加物 尽管含有会引起肾脏疾病的菊霉素 但一般制作商品时会将其排除 这次小林之药出发的保健食品也并会减出菊霉素 目前相关国内输入业者确实有输入一批 总重量为3.25公斤 效期为113年12月31日的花美人味噌 目前日本完米已经回收10万件商品 台湾食药署也依照实案法规定 请业者自主通报管理 更呼吁已经购入的民众避免使用 3.0新闻为1.0据报道